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自驾黄游中国频道 我是夏天 花姐 上一集呢 我们带大家去逛了一下 腾冲的那个火山公园啊 对 然后也航拍了一下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们带大家去探店 吃美食 嗯 走 这 看就这一家啊 山卡拉羊肉馆 对 你好 这家店店不大 就这一层 这一楼 这边是厚汤 我们好久没吃羊肉了啊 嗯 从新疆出来半年了吧 好像就没咋吃过羊肉 对 所以今天来吃个羊肉火锅 嗯 这一汤锅羊肉味好浓啊 羊肉味特别的浓 对 感觉有 闻起来目前觉得有点山味 嗯 今天吃好吃了 我的嘴还是不是很给力啊 口腔膜呀 喷的都用了 我对这些反正都没太有作用 可能每个人 因人而异吧 我之前每次烂的时候用这些都不太管用 看这次 挺大的 就在这边上 这是什么 这个羊肉 羊肉 还有羊脚 羊杂的 对 还有羊脚也在里面 对 这个火锅套餐 素菜啊 是土豆 还有这个薄荷叶啊 这个薄荷叶的这个味儿我闻了都已经上头了 你吃啊 这一盘是都是你的 还好大一盘 就是给的这个人好大 他这里面套餐的荤菜啊 有半斤羊肉 半斤羊杂 一份羊蹄 然后一份羊血 然后还有一份那个乌鱼片 就是他荤菜 再加这两个素菜 再加这个蘸料 再加那个米饭 羊蹄 哦 就是羊蹄 然后这么一份 我是团购秒杀哦 猜猜多少钱 八十 便宜吧 还是挺划算的 对 我觉得秒杀价格还是很优惠的 这已经本来它就是熟的 现在就可以吃了 尝尝 对吧 蘸点它这个密制的蘸料 好吃 好吃啊 嗯 味道不错 那今天也可以过瘾了 嗯 吃上没有那么大的膻 是吧 吃上就没那么膻 刚羊肉汤拿过来的时候 味道比较重 这血块啊 这么大的血块 好大的血块 把它夹开 夹成小块 这样子不太烫 嗯 哎这血块不错 嫩嫩的 是吧 嗯 可以 是羊血块 太馋了 我也要吃了 嗯 吃了 这是羊肠 嗯 嗯 嗯 还在长处理 可以啊 是 啊 很喜欢 身关系 嗯 嗯 吃上嘴里人自己喜欢 嗯 可以 味道不错 嗯 这个是黑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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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黑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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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黑肥的 谢谢 我家也不太熟了 谢谢 谢谢 老板刺入了一盘果汁 鱼羊一多 比较鲜 这一盘是 牛鱼片 特别不嫌 这血管好大 没什么 一这东西 不然 我们在外面经常吃饭时 老有网友老师会问我 有新疆的好吃吗 这个有新疆的好吗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的去比 新疆有色的美食 牛羊肉这肯定是用不着说的 但是你在外面吃不到生姜美食的时候 能吃到这样好吃的也是很错的 感受一下 今天吃饭的时候 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好乐器 这也是我们今天出来庆祝一下的原因 我们就是习惯性的 生活在哪里 一点点开心的事也要庆祝一下 讲的一下 对 生活还是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这样子会让你的生活充满了幸福感 对 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从五月一号 然后开启我们的自驾防游中国企 在西藏待了三个月 然后从八月一号进入到云南到山寨 整整半年的时间了 六个月 我们终于实现了生肢平衡 对 还有点节余 对我们十月份总体 就是开销是四千多 四千多一号 然后我们的收入已经上升了 然后就第一次实现了收支平衡 在这里呢 非常感谢一直来支持我们的网络朋友 对我们的支持啊 来我们就今天以茶代酒吧 对 谢谢 谢谢大家 感谢 感谢 所以后面呢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然后也会再为大家更多好的视频 我们的那个旅行的视频啊 我们自己就是希望把我们自己所经历过的每一个城市的什么美景呀 文化呀 文化呀 历史呀 美食呀 然后住的地方呀都会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方便大家出来旅游的时候可以做个参考 对 终于收支平衡了 压力就会小一点 嗯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所以今天今年啊我们又努力要奋斗一下 对 希望早日能把我们的外债还完 然后到了明年的时候啊 我们再弄个小说话 嗯 有个小说话的时候 我就会给大家展示更多的 自己做都得吃 嘿嘿嘿 因为现在条件确实太有限了 嗯 不管结果如何 嗯 目标还是要有的 嗯 我们只要 我们的想法就是只要我们尽全力 剩下的 啊 交给时间 对 交给时间了 来 嗯 也尽一下我们自己 对 这半年来的辛苦 坚持 对 我们现在这个事情啊 这个自媒体做旅行视频啊 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个 因为我们本身是对旅行这件事 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不论在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就是有多少的辛苦 我们都能坚持 就是因为这是我们喜欢的 其实哪个工作不行 每个工作都辛苦 每个工作都辛苦 但是能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做很幸福的事情 当一个事业来干 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 对 吃一羊杂我觉得 才有点鸡鸡鸡小老叫 那就太完美了 对 对 对 我想吃火锅 火锅 暖和暖和 就像你温柔 我的心窝 爱就像火锅 火锅 有你有我 这种简单满足的快乐 鱼肉 可以吃了 嗯 可以 好嘞 鱼肉肉 就可以吃了 这碗饭就不错了 嗯 嗯 挺硬的 有很多朋友总觉得 你的自媒体收入 跟你的粉丝量有关 其实关系不大 我所谓的关系不大 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粉丝量越高越好 我所谓的关系不大 是有的人百万粉丝 可能没有五十万粉丝的人 真的多 你的收入不是决定 粉丝的多少来决定的 这是完全不是的 因为很多人可能对这块都不了解 现在自媒体这个收入很复杂 它是积极算法 不是说一个粉丝量多了 他的收入就高 什么播放量高了 收入就高 都不是这么简单的 有的人两万粉丝 可能比十万粉丝人真的多 首先让他要看一个玩播率 我十分钟的视频 你看一分钟是一分钟的钱 你看五分钟是五分钟的钱 是不一样的 而整体的玩播率的高低 首先决定完你的这个 这一个视频的单价是多少 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还有呢 就比如说是粉丝播放比例 你这个视频播放一万 其中粉丝播放的比例占多少 如果粉丝播放的比例越高 单价越高 如果粉丝播放比例越低 单价越低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越是爆款 他的单价越低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对 就因为比如说你一万播放量 其中有一千可能是粉丝播放 你这个占比就是十分之一 但有的人一百万的播放量 他可能粉丝播放也是一万 那这个时候比例就更远了 他的单价就更低了 所以他有很多维度来决定了 这一个视频的单价是多少 很多人老问过的 你们都有十几万粉丝了 你们可能才这么一点点钱 跟粉丝多少真没有关系的 所以很多人对这里面的 就是他的这个平台的机制 都不是很了解 然后还有包括 就是你这一个视频的 点赞和评论量 你的点赞越高 他机器会认为 别人喜欢这个视频的 喜欢度越高 你的单价也会越高 就是他用很多维度来决定的 你这个视频的单价 而且每一条视频的单价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大家想那么简单 跟粉丝量的多少没有关系 我真的见过两万粉丝的人 一个月就能挣一万左右的 这有 对啊 但是我们你看 这多少万粉丝了 这不一样的 当然是播放量越高越好 而且我们播放量 接近不算高 我们现在平均每条视频上 一万还没有达到 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 朋友们吃饱喝足了 然后吃不完都打包了 拿个打包喝 我们明天呢 就带大家去泡温泉 嗯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了 喜欢朋友帮忙点赞 关注 转发 最好疼 明天见 拜拜 拜拜